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主意 蔬食好主意 美味有创意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 在台湾吃素 有分淡奶素和醇素 让许多吃素的入门者 可以有所选择 但是身在国外 对于外国人来说 素食的标准就变得跟我们不一样了 如果去到国外工作 想要吃到一餐素食 就会非常的不方便 不过也别太担心 学习料理永远不嫌晚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看节目 利用各式各样的食材 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美味素食吧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第一道美食 是银芽炒三丝 我们来看看今天需要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银芽 就是我们的绿豆芽 去头去尾 就是餐厅在用的银芽 那还有黄甜椒 青椒 红甜椒 红萝卜 炸过的豆包 还有这个芹菜 那需要的调味料有哪些呢 有素高汤 芥花油 胡椒粉 盐巴 香油 粗粒的黑胡椒 还有无盐奶油 透过这些食材呢 就可以为大家煮出一道 好吃的银芽炒三丝 咯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接下来我们很荣幸的为各位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潘师兄 为我们介绍这道银芽炒三丝的做法 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先把这些食材 我们稍微先把它切丝 今天这道菜叫做银芽炒三丝 主要它的主菜是那个银芽 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稍微把它配色 先把它用出来把它切好 算是我们的配角 对对对 然后豆包 那重要就是说我们这道银芽炒三丝 它主要的菜就是银芽 我们的配菜不能压过于那个银芽这样子 稍微配一下 颜色品稍微出来一下 我们素菜 所以这种豆制品好像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对对对 它好像它的这个味道它可以因为这个豆包来增加 它口感变得比较好 而且它是天然的也不是加工的塑料 这样子大家能够吃的比较安心 那现在的人他所吃的都比较养生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 那至于我们买那个豆芽菜最重要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想说看我们买的人要知道说 它这个豆芽菜本身是不是有漂过白的 如果真的有漂过白我们尽量不要去买 特别白的那种 对对好我们先买的那种 然后直接沾下去 而且我们挑好的豆芽菜好像都要先把它泡在水里 然后加一点点冰块 然后能够保持它很鲜美的状态这样子 较不会这样 空气如果说遇到空气的时候 这样去后期冷气 如果要炒的时候才会这样煎鲜水好吃 好那我们油先下去 我们要放一些无叶的奶油先给它下去 这样不要香 奶油 师兄为什么我们要挑这种无盐的奶油啊 因为它的因为我们这些都比较没有什么味道 那加一些奶油是增加它的那个香气出来 这个东西比较烤烤烤的 我们先给人家的鱼菜 红萝卜 对对对对 它比较快熟的 就我们就等一下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再下这样子 要放一点点水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先把它炒一下 来 银牙 银牙 好 稍微煮一下 好 稍微煮一下 因为它豆包已经都熟了 因为它豆包已经都熟了 所以说我们不用 对对对对 炸过的豆包 不用那么那么早下 好 稍微翻炒一下 好 稍微翻炒一下 一点点 高速高汤 可以做一点脂味 胡椒粉 稍微煮 胡椒粉 胡椒粉 黑胡椒粒稍微淡了 看 它就像这样的辣椒 嘿 是 好 再加一些黑胡椒粒 好 好 稍微我们把这个豆包也给它下去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去了 对 来 师姐 试试看 好 来 这个我会 这样够吗 这样够吗 好 这要看一下 正常一下 你看 这样整个熟就都弄出来了 对啊 看起来好好吃喔 不要炒太久 太久 太久炒起来 它会不会这样 啪啪的这样子 稍微炒 比较熟 最后面我们再加一些这个 香油 一点点 看起来快好咯 对 好 现在我们加完黑胡椒粒之后 再接下来 最后面这一道 我们就把这个芹菜稍微拿过来一下 我们要加入最后一道芹菜 它是可以增加它的香气 这样 放进去 放进去 也是稍微拌一下 先炒一下 前菜再熟很快 对 好 我们的这道菜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再用这个营芽烤三丝 三丝的部分不一定是又是因为要放那个豆 豆 豆包 像比方说 豆干 木耳 这一些东西 我们都 都可以把它加完 都可以拿来替代 像今天我们现在 今天我们所选择的就是 豆 豆包 那豆包它是 它是豆类的 不要说全部都是 素菜 加一些豆类吃起来 口感也比较好 比较有饱足感 这样子 嘿嘿嘿 是是 那师兄 你说像它三丝的话 它只能够 为什么它 叫做三丝 以及它 需要 可以用的食材 除了 这些 有其他的 变化的 方式吗 像 豆包类的 比方说 也可以用那个 有一种叫做 那个美濃的 那个 干豆包皮 它是属干的 干豆皮 我看过 就是那个一板硬硬的 要泡水的那种 稍微泡一下 泡一下 它软的时候 起来 我们再稍微切个丝 切丝 切丝之后 也是同样的做法 下去炒 是是是 那一般我们餐厅 我们在做的话 比方说 我们上面最 我们上面还会放一些 比方说 树鱼翅 真的吗 树鱼翅 就是稍微泡水 它也是用一种 那个树鱼翅 它本身是用一种 那个 椒类的 下去做 树鱼翅 来替代鱼翅吗 对 它不是 它本身它就是 跟鱼翅长相也差不多 差不多 泡一泡就是说 山丝我们炒好之后 就是 重点就是说 我们那个 树鱼翅 它本身我们下去煮一煮 稍微做个小勾芡 然后把它用在这个 淋在上面 对 这就是我们去餐厅的时候 会吃到的 鱼翅炒山丝 难怪 感觉特别不一样 可是我们在家里面呢 我们像这样子 简单的呢 也可以做出 一道美味的料理喔 各位菩萨 学起来了吗 阿弥陀佛 鱼翅炒山丝 食材 鱼翅 黄甜椒 青椒 红甜椒 红萝卜 炸豆包 芹菜 调味料 素高汤 芥花油 胡椒 胡椒粉 盐 香油 黑胡椒 无盐奶油 做法 一 先将红萝卜 炸豆包 以及青椒 黄甜椒等食材 切丝备用 二 炒锅加入少许油 及无盐奶油烧热 将豆包外的配料 和银芽一同下锅拌炒 三 调味 加一匙盐 少许素高汤 胡椒粉 再加入一点黑胡椒粒 将豆包一同下锅拌炒 最后再加入水 香油 和芹菜丁 炒匀即可完成 我们下午五十分 我们下午三十分 下午五十分 要不 investors 可以拌炒 你最后 我们下午四十分 人民中 介绍的另一道料理叫做三杯臭豆腐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三杯臭豆腐需要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臭豆腐我们的主角 然后红枣 白果 九层糖 辣椒 饱姜 那需要的调味料有 砂糖 太白粉 黑麻油 酥蚝油 以及青酱油 透过这些食材 就可以为各位烹调注意到美味的料理咯 紧接着又为我们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潘师兄 来为我们示范今天的这道三杯臭豆腐 潘师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一开始我们来准备这个三杯臭豆腐 臭豆腐 那一开始我们先把这个油锅先把它拆下去 先开下去 预热 预热一下 是 再来我们把这个豆腐拿过来 哦 我们今天这个三杯臭豆腐啊 用到的这个豆腐啊 煮起来是非常的下饭 敢吃的人真的是 吃的连舌头都要吞下去咯 好 那我们大概切 把它的臭豆腐稍微切成四方形 四方形 也不要太大块也不要太小块 適合我们自己要用的量这样就够了 今天的一份 对 那我们先把它放在这个盘子里面 好 再来就是把这个姜 我们一样用姜片 切成把它切成姜片 姜片 对 它也是这道菜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因为它本身 选择那个姜 尽量选择以老姜 老姜它本身它的味道比较重 比较适合做那个三杯的东西 那辣椒的部分我们也是一样把它切一下 我们老姜是要跟麻油一起要爆香 对 那我先把这个辣椒先把那个纸 稍微把它去除出来一下 稍微把它去除一下 好 这个油油差不多快热了 那豆腐的方面我们先给它下去 我们做三杯的豆腐都要先炸过 那豆腐 稍微给它炸一下 那它在炸的 当中 我们在这 这 这边的火 我们顺便把它开下去 诶 师兄我们 有说豆腐要特别选用什么样子的豆腐 比较好吃吗 一般我们选择臭臭豆腐的话 尽量就是说选择我们知道它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做法 尽量不要去买那个来路不明 你的臭豆腐 是是是 因为臭豆腐有很多人做法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 现在还听说有人的臭豆腐能用有机的方式来做 这样子对吃的对身体特别的健康 一般我们素食的 都大部分有的人一般都是用那个中药 中药 有有有有 那种菜给做那个北 北契荐 你知道吗 北契荐 北契荐是什么 那个豆腐 人家在做那个豆腐的豆腐水 然后下去处理这样子 下去处理 对 它是为了让它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 因为它北契荐那种植物 它会 它就是 以前的人都用那种东西去做 炒豆腐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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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您不说我不懂 先把它切掉 先把它切掉 我还不知道臭豆腐 这么大的学问 是这样子做的 好 豆腐我们不要把它炸到太老 好 好 不要做 不要给它炸得太老 对 好 好 翻到 翻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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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桑都出来了 这个辣椒 小点放下来 辣椒 小点放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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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需要醬油 醬油 醬油先下去 我們三杯的食材當中呢 用到的有這個 紅棗和白果 這對身體都非常的好 像白果的話就 然後... 紅棗 謝謝麻煩 是,需要水嗎 對,兩條的水就夠了 兩條,好 兩條 好,謝謝 好,我們大火先跟它開下去 像我們白果大概也不能放太多 對 都是大概我們適合的量這樣子 適合的量 對,適合的量這樣就夠了 不要放過於就夠了 現在的人好像缺乏運動 這個吃一點白果是滿好的 對,你這樣子看 它水我們加下去了 豆腐我們看它的量下去 我們先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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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我們加一些醬油 因為我們這樣看就知道它的鹹包可能是不夠辣 我們再加一些下去,讓它拌一下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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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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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菜白粉 菜白粉不用那麼多 加一點水 水加一點點就夠了 夠嗎? 再夠一點點 再多一點 好,來 好,這樣子 來,拉拉一點 來 看 火可以多一點 頭到差不多了 要給它勾個小薄芡 對 現在你看火箭 如果燒到差不多了 這個高棧花就要放下去 這個中央的味道要讓它出來 對 好,這就是 快點讓人家放 不要放這次放太多 用來把它拆一下 一些下去就好 來 再過多 好 好 這樣吃 要攪一些 不要攪拌 不要攪拌 這個先給我 好 來 我們現在先放旁邊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三杯臭豆腐 你看 這個鍋子我們先把它燒一下 燒好它 燒好它 這個 我們先放旁邊 先把它放旁邊 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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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東西我們就是把它放旁邊 這個砂鍋用好之後 我們要把它放 好 現在用這個 我們就等一下下 讓它這個鍋熱 然後呢 它等一下呢 就能製造那種 可以保溫 然後呢 又看起來覺得特別好吃的那個效果 在當中呢 又增加了這道菜的香氣 這樣子 嘿 那師兄 我知道好像宜蘭有一家在做這個臭豆腐的 他們家的豆腐跟你今天選用的這個臭豆腐蠻像的 都不是那種小小塊的啊 薄薄的啊 他們家的臭豆腐 是你今天拿的這一種嗎 類似 因為它本身比較厚 那一般我們去那個傳統市場買的 它是比較小 對 比較沒有那麼厚 好 那現在已經快熱了 好 是 這樣就把它夾來吃 好 這隻先把它放下去 好先把它切掉 來 這九棧塔把它放一些下去 做底 增加它的香氣 最後下去 我們做這道菜的時候呢 要烤這個陶鍋 要小心一點 對 安全也是很重要的喔 對 這樣下去 好 這樣下去 這道好吃的那個三杯臭豆腐 就好了 謝謝我們的美食達人呢 今天為我們帶來這一道 三杯臭豆腐的美食佳肴 各位菩薩您學會了嗎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透過 三杯臭豆腐 食材 食材 臭豆腐 紅棗 白果 九層塔 辣椒 老薑 調味料 砂糖 太白粉 黑麻油 素蠔油 青醬油 做法 一 將臭豆腐切成小四方形 老薑切薄片備用 二 準備500cc的沙拉油 油溫燒至180度左右 將臭豆腐放入熱鍋中油炸 至金黃色即可撈起 三 起炒鍋將薑片爆香 再加入辣椒切片 白果 紅棗 一同拌炒 加一匙醬油 醬油膏 以及糖 和水調味 四 炒鍋拌勻後 加入炒好的臭豆腐 一同炒至湯汁微干 再加入九層塔 裝飾即可 五 最後加熱陶鍋 再鋪一層九層塔做底 把料理倒入即完成 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佛法 究竟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有責任 將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傳播在這個世間 希望各位多關心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顧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佛教慈悲治療基金會 台南分會 起見49日 要施法會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時間每日下午2點開始 恭請佔性法師主法 聯絡電話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 永蕩路二段345號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義共墓佛恩 避免信眾於密閉空間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墓佛恩 歡迎加入分會賴群組 可登記病苦者 每日訪會後 皆會回向 目見連尊者 大慈大笑 神通第一 目見連尊者 在佛陀的弟子中 神通第一 時常獻大神通力 護法降魔 度化外道眾生 但神通不抵業力 尊者母親造業在地獄受苦 信得佛陀開導 以共生功德拔劍其母 尊者感恩佛陀 並實踐于蘭盆孝親報恩法會 以報父母神恩 一心鼎禮尊者目見人 祈願大眾見捨力生歡喜心 並學習尊者行大笑於清 以大悲度眾 護法護教 以方便智慧之力 傳播菩提種子 應經功德殊聖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素網無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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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桌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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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